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吉林八角楼还有会师广场是一个拥有非常浓厚红色基因的地方 那么大家看到在我的身后呢有一排排非常整齐和漂亮的建筑 其实呢这里是一个红色盐旅基地 那么红色盐学都会学一些什么内容呢 今天小新就带大家一起来开启一场红色盐学之理 跟我走吧 一双看起来简易的草鞋编制起来并不容易 需要耗费一个小时时间 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 敌人实行经济封锁 战事就是穿着草鞋上战场 红军草鞋成为一种精神符号 这就是打好的草鞋 那么其实小新刚才体验了一下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做好这样的一双草鞋 而且它的表面真的是非常的硬 其实在现在我们去打它 完全不是为了去穿 只是说让我们回忆一下 那个岁月我们的先天们 我们的就是前辈们 他们到底是经过一个多么艰苦的岁月 那么现在我身上呢已经换上了红军的军装 这也是我们红色盐学之旅的必备的项目之一 因为穿上这件衣服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感同身受 那么在我身后呢是一个操场 它其实可以进行一些模拟战场 还有一些这样的活动 不过今天呢由于雨下的太大 小新就不能带大家去体验了 这个炉草鞋呢是过去行方战争时的行方战争时期呢 我们就用来定量的一个工具 红色盐学让革命的先辈们的故事变成课文 让学生去聆听革命先辈的故事 沿着他们的足迹了解当年的革命先烈 是一种什么样的思想 什么样的境界 与历史对照 醒悟自身 让学生树立他正确的价值观 这是我们红色元学 传承红色精英的最重要的一个板块 让学生吃在农村 住在农村 吃在农府 住在农府 体验在农府 同样的让学生也体验到我们农村的这种存补生活 这种存补是我们奶奶传给我们的 我们以前是靠这个赚钱维持生活 现在就好了 我们现在这里到处都是开民宿 以前就很穷了这里 以前就是大概一年几百块钱一毛钱一算 赚不了钱 这是维持生活 比以前起码要放最少几十倍 对啊 家庭严重的 有五万块钱 就光这个民宿就能转无法 对啊 民宿就可以转无法 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 我们流淌在井冈山的这种非常强烈的红色基因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以后也可以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 好 我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再见 咱们下次见